影碟春節 但下來是國旅熱門的東臺灣 春節的訂房率和過去相比是下跌兩到四成 肯定目前訂房率只有六成左右 而離島的小琉球訂房率是大跌快一半 這也讓旅宿業者非常憂心 而國旅的住宿冷清除了是有民眾 只是出門玩 沒有住宿之外 還有人是認為這是因為海內外的旅遊 價格差不多 所以就選擇直接出國玩 碼頭沒有大排長龍 街道也是空蕩蕩 小琉球只有零星人潮 過去的人滿為患 這波連續假期恐怕難見到 當地旅遊業者說今年不在 易房難求 目前春節訂房率跟往年相比 跌了快一半 不只離島慘兮兮 觀光圣地墾丁 住宿率也不如預期 只有在六到七成 比往年差了兩成左右 辦理入住遊客少 飯店業者表示 春節要入住都還有空房 目前訂房率只有在六成 上來的旅遊熱點 宿花東也成了受宅戶 目前過年期間花蓮的訂房率大約落點在六成左右 我們認為第一還是有蠻多客人寧願選擇出國的 今年農曆春節由於天數沒有這麼長 所以住房率普遍沒有去年這麼好 東台灣春節訂房同樣直直落 少則掉兩成 多則下滑四成 翻到台南受惠 台灣燈會 訂房率逆勢成長 大部分都在九成以上 那甚至有幾天都已經客滿 雖然國內多縣市國旅訂房表現差 但在餐飲業沒有受影響 業者早就訂單約滿 也有不少旅客只玩不住宿 更有國人趁春節假期來趟海外旅行 部分民眾覺得海內外旅遊差沒多少錢轉身選擇出國玩 但這次春節國旅訂房跟過往差很大 旅宿業愁雲產物就怕重挫業績 記者 綜合報導